我今天接到一個電話 是有一點讓我感受 他說 喂 小姐 你單身嗎 我朋友跟我講說 欸你應該大聲 老公怎麼有人跟我說我是不是單身 或是 你看我這樣子 像單身嗎 我其實還有想說 我想要打電話回去 跟他講 說我要像Ren一樣性感 我像劉德華一樣完美 我像那個羅志祥跟 不要送我禮物 今天就是很多歌迷在問 你接到那個是否單身的來電 單身的來電 單身的來電 對 他是怎麼他就說 喂小姐 你單身嗎 我今天接到一個電話 是有一點讓我嚇 因為通常我只要接到 我不認識的 我通常都會很冷酷 然後就馬上掛掉 但是我今天不知道 可能心情很好 我就會聽他 喂 我還會這樣很有耐心的跟他 對話一下 就他竟然問了一個 我完全答不出來的 的 的 問題這樣 然後我掛完之後 我一整天在化妝的時候 我一直在反省的時候 我下一次應該怎麼辦 這樣子 對 我覺得 他是怎麼問的 他 他怎麼問 小賊你單身這樣嗎 對 他是說我單 我單 呃 你單身嗎 對 他好像是這樣 問我這樣 朋友跟我講說 你應該大聲 老公 怎麼有人跟我說 我是不是單身 就是那種 或是 我後來也在想說 如果我 呃 直接自己跟他講說 你看我這樣子 像單身嗎 你覺得他 他會回什麼 我其實還有想說 我想要打電話回去 跟他講 就是 我的條件 是什麼 比如說 我要像 Ren一樣性感 我好像自己已經 在做那個 紅娘 那個叫什麼 紅娘 婚友社 不知道射條件 比如說像 劉德華一樣完美 然後 像那個 羅志祥跟 潘瑋伯一樣 幽默啊 之類的 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收到很奇怪的 陌生電話 然後 卻是很冷靜的 再回去跟他講 這樣子 對 如果我今天的那個 反應 夠快的話 我想 我應該會 更加的 幽默的 回覆他 我去跟他講 I like it 鬼片 這樣還是 還是這樣比較好 覺得呢 好你們跑太快 我看不到 等一下有人講什麼嗎 蛤 不要送我禮物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一直加石 加 狗狗 這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撩 喔撩 撩我 很癢欸 不要再撩我了 有沒有那個 豬尾龍骨 謝謝 你好 你好 謝謝 說你真人漂亮過相鏡 他不說你啊 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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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的好處就是 對對對 對 香菇的音量 你說的是錯的 這個是爐 香爐 對耶 香爐 廣州呢 是一個煲湯之都 每一次來我都會來點煲湯 所以今天乾脆來學怎麼樣煲湯 所以要去傳統市場看一下 以及有一個高手來教我 讓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要變出什麼花樣 那我基本上沒見到什麼年輕 就是叔叔阿姨 酒店好像很少人 我對我很少逛傳統菜市場 以前小時候我都會去傳統菜市場那裡吃飯 已經太久了 現在太久了 那好像回到小時候 謝謝 謝謝 拜拜 就這個 就這個 這個是梅豆 梅豆 我們要是花生梅豆 雞爪 瘦肉 瘦肉排骨 好我想要學一下 可以可以 廣東的包湯 這是我們省湯來的 省湯 就是廣東人都會包的 買一個瘦肉 有沒有那個豬尾龍骨 謝謝 要煮飯了 可以 你好 你好 謝謝 說你真人漂亮過相鏡 喔他不是說你啊 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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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的好處就是 對對對 你有點懶 最不像的是豬 但我們全是 我覺得畫得很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梅豆哥發生很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香菇的菇蛋的水是水 這個是爐 這個是爐 香爐 哈哈哈哈 對耶 香爐 吃爐 好 可以 家裡煮飯的時候通常都是叫外送買食材嘛 很少自己親自去挑 所以今天親自去挑 還好有小幫手 不然是完全茫然不知道怎麼挑起 但是還是一個很好玩的經驗 所以可以自己煮自己喝個湯那種感覺是非常幸福的 她告訴我通常她小時候呢 因為在班上被收到其他同學的排 一個陣子她非常的低潮 她的媽媽知道她很喜歡我 就跟她說 那不如你寫信給蔡依林吧 就這樣子 跟蔡依林 來回寫信寫了一年 她一直都知道 寫信給她 我看到一封非常可愛又感人的信 然後這是一個小女孩 她告訴我她小時候呢 因為在班上被收到其他同學的排擠 所以她一直非常沒有自信 然後她不想去學校 所以那陣子她非常的低潮 然後她的媽媽知道她很喜歡我 然後就跟她說 那不如你寫信給蔡依林吧 她說她 你最近發生的事情 也許她會回信給你 然後她說她就這樣子 跟蔡依林 來回寫信寫了一年 然後她也漸漸地被開朗起來 然後這些同學也不再困擾她 被被排擠的這件事情 她也漸漸地很有自信 所以她寫信告訴我說 謝謝我 跟她寫信寫了一年多 然後她其實也要告訴我說 在她最灰暗的時候 她一直都知道 是媽媽加裝蔡依林 寫信給她 媽媽呢 知道女兒非常喜歡蔡依林 所以上網查兒非常多蔡依林 她說話的口氣 她說話的語氣 那只是長大的她知道 媽媽一直都用點體滋回信給她 她就不忍蹉脫 但她還是非常 把這一份媽媽對她的愛 放在她的心裡裡頭 然後 我其實也沒有想到 我可以在信中看到你們生活的片段 給我非常多愛和希望 在每個角落 其實你們都有發生這麼多溫暖的事情 然後每個人都會遇到生活 很多消極的地方 謝謝你們